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年29和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新年平安 吐气阳眉 动药脱肚 多些运动 可以抗很多东西 抗抑郁 抗情绪的问题 曬多些太阳 特别是英国的朋友 例如我今天阳光普照 虽然外面冷一点 都要出街逛一逛 希望大家可以散居世界各地的朋友 都可以保持身心健康 年三十年初一和年初二小弟休息 希望大家明白 年初三才和大家见面 今天说什么呢 这一节想说香港的情况 香港就说 由乱入自由自及兴 经济会开始好转 实在是不是呢 现在还是太早说了 维持上早 接着内会是怎样的 没人知道 但香港人对于居住的问题 都很头痛 尽管现在楼价跌 楼价跌又怕 楼价升又怕 即是账面上的身家可能缩水 缩得很厉害也不一定 但对于一些基层市民来说 例如住在劏房的人来说 楼价升跌 未必一定是完全影响到他们 但是楼价升 自然的租金就会升 楼价跌呢 租金也未必会跌 刚刚这个统计者就发表了 昨天就叫做 居于分间楼宇单位人士 即是分间楼宇 即是说劏房 其实出来的数字呢 第一 令我都相当诧异的 第二 令我很担忧的 究竟这个情况是怎样呢 等下回来再详细讲 各位 今时今日呢 你还可以自由地上网 但是现在有 不代表永远都有 虚拟私人网络 VPN 是今天上网的必备工具 介绍我用开的NOT VPN 它可以保护你的私人人 隐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个国家 总共有5400个服务器 没有人可以追踪到你在哪里上网 也不会影响你上网的速度 一个户口呢 全家大小可以 6个设备一起使用 用底下这个网址 关键词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订购两年 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免费 30天内不满意的 可以全数退款 向你推荐 挺好用的 有关香港人要住劏房的问题 就不是今天开始的了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 跟一些学生会的朋友 出去访贫民府 去到一些龙屋 印象很深的 三层的护架床 有个龙 围住 用铁链 围住 所有的家当 包括电饭煲 煮食工具 衣服 皮 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床上 一张床 就是他整个家 是家里的全部 居住环境相当惡劣 相当臭的 味道 后来我出来工作 都一段很长的时间 又被一些NGO带我们去看劏房 或者一些龙屋 其实跟我读大学的时候 居住环境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这个都是香港的基层人士的悲歌 我几十年前又是龙屋 几十年后又是龙屋 几十年前又是劏房天台屋 几十年后又是劏房天台屋 是完全没有改变的 不单止他们的情况是越来越惡劣 负担仍然是越来越重的 怎样是恶劣呢 你看到那个数字 全港说住在劏房 有多少个劏房呢 有107371个劏房 是2021年的 一个统计数字 如果跟2016年人口统计比较 是升了17% 换句话来说 劏房的数目 没有随着香港的经济增长 而令到 基层的人的住居环境有改变 反而劏房的数目 是增加了将近两成 在几年之内增加了五年之内 五年之内增加了两成 将近 现在劏房的租金也相当可怕 在2016年的时候 五年前是4500元 现在的中位数上升到5000元 赤价呢 赤价是42元租 42元租 有些人说已经拍得住一些 相当好的写字楼 比全香港租金的赤价 赤价25元是7成的 即是说你住的环境越恶劣越小 你的赤价就越贵 最后一件事我觉得是 相当令人忧虑的 就是说 入这个 一个住劏房的人士的入息 五年前呢 那个收入的中位数呢 是9250元 现在的收入中位数呢 是14000元 即是换句话来说 你的收入去到14000元 你都租不起一个 比较 比较企丽一点的 单位 14000元的收入 你都是要住劏房 但是 你要付5000元出来 租一间房 9250元 当时的 就是劏房的 租金的中位数是4500元 已经是超过一半 将近一半 今天 即使是去到14000元 都好 都一样是要住劏房 而且 更加令人觉得可悲的 就是 有专上教育程度 要住劏房的 是 由 将近13% 现在升到21% 即是 住劏房里面 是超过两成 是有专上教育程度的 在我们想 这个完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可能对香港人来说 住劏房是什么人呢 很基层的 新移民 是吧 赚钱很少的 猜不到 有两成是有专上教育程度的 专上教育程度 在今天 毕业 找到多少钱呢 就是万多元 万多元 如果他不想 黏住家 要自己搬出来住 或者跟家庭关系 未必是很好的 他唯一的选择 就是 住劏房 十万零七千个劏房 其实四成是单身人士来的 比五年前上升十个百分点 两人三名家庭 大概三成 和两成 以上的 你看到这个数字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 我感觉就是 好像一些小说家所说 香港就 表面上是很好 很繁华 就好像穿着一件很漂亮的外衣 很漂亮的衣服 明 就是这个羊毛的一个大衣 打开 一打开这个繁华的背后 全部都是有塞在里面 感觉就是这样 大家可能要探究一下 为什么住劏房的人 会越来越多 住劏房的学历 会越来越高 住劏房的收入 和五年前比较增加了这么多 为什么都是一样要住劏房呢 大家可能要探究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 是个悲歌 我刚才说是基层人士的悲歌 现在可以这么说 看到这些数字 不单是基层人士的悲歌 就是说以前 我们的年代 我们读书 跟着大学毕业 出来工作 认工不高 都有一段时间 居住环境很恶劣 因为要想离家 不想和家人一起住 就有几个在大学里面 相当熟的同学 大家就出来 教训租一个单位 五六个人租一个单位 一起住 那个支出也不是很大 都可以负担得起 然后 然后 我们出来工作的80年代 是香港经济飞弱的年代 就是你 开头的人工不高 但是 渐渐做三五年之后 这个人工一直增加 你有机会 可以 收到 首期 息子 不要那么快 你看到一个希望 然后 有机会去买楼 买楼 令自己的居住环境 好很多 或者 拍拖 結婚 生孩子 我们的年代 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无论是对于香港的环境 包括这个社会 政治 经济的环境 对于自己个人的前途 都是充满希望的 但是 这个不是一个新话题 也不是说2019年 开始 很早已经这么说了 今天的大学生 现在有两成是大专程度 今天的大学生 出去做事 做完事 做一年两年 五年十年 他有没有机会 是可以 存到一个大块钱 做一个首期 然后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 很难 不是没有的 很难 或者要靠富干 老爸老母给他首期 然后才有机会 租到一家好些的房子 又或者有机会 拿到一个首期买到房子 就是这样 即是现在 即是说 这个社会在倒退 在急剧倒退之中 我不要说 其他很基层的市民 他们很难捱 是不是 我相信 他做一世 都未必能买到房子 很基层的那些 因为楼价是这样 标 所以现在就说 这个楼价跌 很多人都觉得 好了好了 跌了 你有机会上车 其实真的不谈何容易 如果你看看 大学生 一万多元收入 你如何存到一个 即使跌到什么 如何残化都好 你都很难 存到首期可以上楼 那这个就是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不管教育程度相对比较低 而是基层市民 又或者教育程度比较高 但是他也是基层市民 都是在今天这个环境下 是没办法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 唯一的选择 就是租一些赤价 赤租很贵 但是租金很贵 更贵 而且是很小的 居住环境很恶劣的劏房 唯一的选择就是这样 你听完之后 都觉得香港这个城市 是非常悲哀的一个城市 好 也有些NGO 本土研究社 就说这个报告 劏房的定义 是2016年 劏房 和劏房 2016年 劏房的主题报告定义 是一样的 不过 未包括什么呢 未包括工厂大厦 很多工厂大厦是住了人 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有些打插边球 甚至有些是违法的 未包括太空仓 太空仓 大家知道是什么 未包括 只是一个床位 或者板间房 本土研究社就说 最新的劏房分区的数字 比如像观塘王大仙 包括深蒲冈的劏房数字 是偏低的 未能全面反映 全面反映劏房实际的情况 现在在说劏房有十万多间 这个说法是未准确的 可能比这个情况更多 因为定义不同 在说工厂大厦 太空仓 床位 板间房 板间房的意思是如何 劏房改到如何 其实有些很危险 大家知道 有些旧楼 你要改造每一间房 都有厨 有厨 有厨 弄很多喉 在里面 负重是很高的 如果楼月结构有问题 有机会 会 会塌 板间房可能就是 板间 像我们以前 小时候 我记得一段时间 要住那些房 是共用厨厨 当然会有很多喵煞 那些就是板间房 有五个 在里面 现在政府说 提供3万个单位 做这个简约的公屋 现在就很厉害 这个 火局 认屎认屁 成本又很高 搞这个简约公屋 但是3万个单位 够不够现在 只是表面的数字 十万个劏房 的基层的市民 可以所谓上楼 是不是 根本 现在可能 是不止十万个 好了 但是可能很多人会问 就是 为何会 要住劏房 为何大学生要住劏房 我讲基层的人 为何很多劏房会在深水埗 会在黄大仙 会在观塘 这些地方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要 就上班 基层的人 就是这样 就是 你 顾得一样 就顾不到第二样 你说我可不可以去 远一点的 便宜一点的地方 住租 不行 因为 远一点的 便宜一点的地方 虽然租金便宜 但是如果工作的地点是偏远的话 你一定要遷就工作地点 如果你 很远的地方 租金便宜 然后要搭 很久的车 要很贵的交通成本 才去到那里的话 你条数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 大学生也是 为何要住劏房 因为 他的收入 是不足以 去负担一个 比较正规一点的 比较企理一点的 一个居住的单位 又或者他自己一个人 和人家夹 都好 两个 或者三个 以前我们的租金便可以负担 今天 整个单位给你住 未必那么容易负担 所以唯有 唯有一个选择 就是 给5000元住一间劏房 14000元人工 给5000元住一间劏房 以前是 9000多元人工 给4000多元住一间劏房 其实环境完全没有改善 而且这个环境完全没有改善 不是说是暂时的 是长期的 他都要就上班 或者我自己一个人住 上班的时间很长 我回去睡觉 那就算了 没什么所谓 但是 大家要明白 居住的环境 如果是很凄逼 很狹窄 很恶劣 是会影响 那个人的很多东西 包括情绪 包括社交 你想想 我们社交的生活 包括什么 可能会请人到家 打烤烤 聊天 看球 你会不会请朋友 去一间劏房一起吃饭 当然不会 会影响很多情绪 两成的大学生 畢業生 住劏房 我认为是 令人很震惊的事 也令人很担忧 是不是 我不知道将来 香港经济会如何 我相信 不会转到很快 这帮大学生可以改善自己的环境 更何况 现在输入什么财 什么财 抢人财 会令到他们能够有向上爬升的工作崗位的机会 是越来越少的 是会被内地的人取代的 换句话来说 在香港训练出来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的前途 是几乎 几乎 我自己看得到 是相当暗淡 改成的机会很小 从他们住劏房的角度来看 他们能够跳出 这个贫穷的怪圈 我想这个机会很小 当然你会这样说 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奋斗 靠自己的奋斗 然后才可以出头 你不可以只是怪别人的 不可以只是说 讲个政策 讲个环境 这个是对的 但是如果当有住劏房的人 那十万户里面 有两成大学毕业的学历 这个是一个社会问题 这个很值得去研究 为什么 是什么情况下 是不是他们特别差呢 他们是不是肢质好不备 肢质好不备 又不会读大学 是不是他个人的工作能力 社交能力等等 是很差 所以最后都是住劏房呢 那我就觉得 如果作为一个政府 是需要去正视这个问题 就不只是说 喂我们人才不够 于是抢人才回来 去填补那些人走的空拳 有些人留得低的话 究竟他的情况 毕竟如果从公利一点 毕竟他们都是 在香港训练出来的 毕竟他们都是 垃圾人公养的 去读大学 是要付很多钱的 培养每个大学生 所以他们住劏房 这个困局呢 其实是很值得正视 很值得研究 各位朋友 如果你 懂得有人 或者你自己 是住在劏房的 大学毕业的 也好基层的 也好 你可以留个言 告诉我 为什么 最后 你得选择 劏房 这件事 作为你的 居住的地方 你整个想法是怎样的 打算是怎样的 你的处境如何 你留个言给我 好了 暂时谈到这里 祝大家有一个 平安的 健康的 新的逃年 谈到这里 继续支持我patreon 继续支持我心静口怀的channel 多谢你们收看 拜拜 as favored 我 坐上面 在这里 我 不停 在这里 就在这里 ακ订阅 想到这里 你 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